门诺医院今年5月份开始新建健康管理中心大楼 规划设立了缴聚抑制中心 儿童附健与扫疗中心 还有吞咽治疗服务中心 产后护理之家还有健检中心等等 总经费要6.5亿元 而其中有2亿元是必须向外劝募的 门诺医院在12月20号发表了劝募影片 期盼各界一起捐款 来支持门诺不放弃的医院住建计划 门诺会医疗财团法人总执行长张文信表示 门诺医院是在社会大众的捐助和期盼当中建立 74年来都是以病患需要为优先考量 而最近几年门诺看到更多需要 其中包括了迟缓孩童治疗 年长者吞咽困难治疗 还有身心障碍者矫距抑制需求等 因此门诺医院今年5月份开始新建健康管理中心大楼 并且在12月20号发表了券目影片 我们这栋楼除了早留了这些需要以外 我们这栋健康管理中心也要做花莲 或是前台湾第一栋 前栋的健康建筑的认证 那这个健康建筑的认证 其实它就是在空间的空调 包括用的材料都要能够跟健康有关 那我们觉得我们值得来坚持 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所以今天这个不放弃的医院 是希望透过这样最小弟兄博医师交代的以外 身障者的这些照顾 我们希望这边成为一个改善他们空间的一个新的基地以外 我们也希望它成为一个这些找疗团队训练的一个基地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智慧医院跟这个云端技术的进步 我们也取取 其实我们还在规划 在四楼有一个地方 我们希望为他们建立一个这样的一个教育信念的一个空间 门论医院表示健康管理中心大楼总预算有6.5亿元 金额非常庞大 院方自筹4.5亿 其他不够2亿元还是需要各界支持 总执行长张文信表示 大楼预计在2024年完工 目前只募得新台币3000万元 期盼透过募款影片发布和众人分享 能够号召社会大众一起来支持 解论会欢迎市报道